因为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资金去化的一些标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盘大概就是盘 可是个股的表现可以看到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我想一想还是说在这个单元就是跟各位去谈一下 它强势股尽量去想说我们可以找出来 强势股大概有没有集中类别的集中类别 或者它为什么强 那弱势股它为什么弱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从里面大概去 稍微去找一下这些蛛丝马迹的这种现象 那强势股的扫描我们发现第一个重点就是电子股比较少 这个是我觉得要跟各位先直接报告的 因为我发现在我扫强势股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很多电子股基本上来讲 都比大盘现在相对的位级还要来入 因为大盘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它是月线是有守住的 可是很多股票月线甚至季线都不守 那强势股里面我们来看到 像今天来讲的话像二线速化 其实表现上面来讲 国桥台本你说它今天有没有大涨 它也没有大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位阶算是 其实是蛮稳健的 这就是一个代表 二线速化的一个股价来讲 它是相对稳健而相对强势的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这个地方都是一滴比一滴高的 国桥台本 这个我拿来当举例子 那现在今天融化也有出量 这是第一个族群 那再来就是大家认为说 奇怪油价好像也没有再跌 那为什么像昨天的航空股竟然还创高 那我想像万海像华航 虽然没有错 今天昨天华航走高 但是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你发现到航运类股像华航万海 它的位阶来讲的话 也是算相对强势的 尤其像你看这个华航部分 你看看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多头股票 所以呼应到说 其实油价在相对低档区 对于这些航运股来讲 它未来的成本就是往下降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那再来讲像一些传统股票 传产股票 一百多块的 像这个淘地也很强 那还有最近不是中国大陆 股市涨得很凶吗 有一些F股 甚至长期以来在大陆 经营比较深根的 像润泰新 润泰新这些股票 最近来讲也是相对强势 它所依附的逻辑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在大陆这一块 不管是未来所谓一带一路 还是说亚投行 或是说所谓的资金的 所谓护港通 我想这个是最主要一个逻辑 那再来 还有一块部分的传承股票里面 你看像凤凰像雄狮 现在也不是什么旅游都忘记 可是第一季漂亮 大家都飞来飞去 所以会不会是在反映 即将公布的第一季季报 这一点来讲 这个是婆难人询问 你看雄狮的股票 印象中外资跟投信 也是持续在做买 而且量也出来了 你看这个外资持续在买 如果有投信的话 下面给投信看一下 投信也是买 所以法人也是在琢磨 这类型的股票 那再来我们再看下去 像比较特殊的 生计股里面像一财的玉尾 那你看这玉尾来讲 它是属于高价股 你看一百多块钱的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走势来讲 就相对是强劲的 还有上尾 这个4733上尾 那风力发电 你看其实 你的股价来到两百多块钱 这个本益比迅速拉高 迅速拉高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这个生计股里面 像神龙 其实神龙来讲的话 你稍微看一下 它在相对的一个 所谓低档区 但是今天突然有出量 那未来会不会隐含到说 跟指数联动比较没有关系的 或是跌了深的 生计相关族群 未来比较会有机会 我觉得可以去持续留意 重点是要不要续航力 因为它今天第一天出量了 所以可以持续去 再做观察 那再来男子店 是少数电子股里面 算是强势的 我们可以看到男子店 那个股价 其实蛮厉害 那对于男子店 这张股票 我真的只有佩服两个字 为什么 你看在这个格局里面 如果下面放融资 你会发现融资 在还没有涨的过程当中 我不相信一般的散户 会在这种没有涨的股票里面 用融资进行买超 我不太相信 那这是谁 所以我有些股票来讲的话 这是 筹码检查一下 对 那这个融资 事实上来讲 这个不是一般的散户融资 但是它是相对强势的 那再来我们再看 在强势股 稍微去扫描一下 像台郡 这个也是少数 苹果概念股里面 相对强劲的 你看它的股价 这个走上去 这个走势来讲 就相当漂亮 就是大涨小回 又是一路大涨小回 但是这个股票 操作来讲也相当困难 时间压缩一点 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在这段行里面 很多人都被洗掉 这个就要用破底翻的方式 所以股票市场操作来讲 这个算是一个 算是操作难度比较高的 那再来我们再看下去 像秦亚 像秦亚部分来讲 是因为银色 这个待会我们有一个专题 会跟各位做报告 那最后来讲 就是在所谓的金融股 你看像中售 像中信金 像国泰金 印象中 国泰金我们来看一下 国泰金股价 应该是来到近期的相对高点 这个地方最近还是 创今年以来的这个新高 所以整个族群 强势族群里面 金融股来讲 算是比较算是重点 那弱势的一个族群的话 其实弱势族群 大概就电子股比较多了 像台阶上算弱势 这个我们大概有空来介绍 像这一股票 像宏达电来讲 我想投资朋友 对宏达电现在好像 兴趣没有那么高 你看其实 这一次指数来讲 它在95006 有横盘整理 因为宏达电 这个股价这样下来 不管周永明执行长 换掉的过程 未来对宏达电影响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股价来讲 先造成了一个所谓 一个震撼教育 直接就往下做弱势 那还有像 像联发科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 对联发科也是很头痛 你看联发科的股价来讲 它也是 也是承信一个相对弱势 也是相对弱势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像有些股票 像这些会跌 我想最主要是 也是因为营收 因为郁金光赔钱 郁金光赔钱 那另外来讲 像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像益加跟美绿好了 我想益加跟美绿 这两档股票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在中期是有回档 可是在长线上涨多 我们拿益加做例子 我们时间把它拉长一点 各位益加是从十几块 两位这个一字头 涨到这里来 我时间如果再拉 我记得好像从十五块钱 你看 从十四块钱涨到五十一块钱 那位阶现在在这里 是高还是低 我觉得见仁见智 重点是它第一季竟然是亏钱 所以这个是重点 然后反映到说 如果你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如果是好的话 股价一定会给你涨升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它算相对弱势的 相对弱势的 所以在整个弱势族群里面 就大概就是不拖 所谓的财报的这个部分 最后就是金店 金店也是一样 最后跌跌跌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法人在大卖 这边其实外资跟投信 好像过去六天 至少卖了六万张 今天我没有佳祭 过去六天光金店 平均一天卖了一万张 一天卖了一万张 就光过去六个交易日 可是来到这个位置点 我想相对上面来讲低 今天也出现了一个 所谓这个 有点类似 我不知道有没有背离 但是我觉得 它的一个卖盘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放得有点大 那最重要的时候 我们持续观察 它的美股净值是53块钱 OK 今天的江波图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 今天好像在这种连 有点稳住正脚的样子 这个是稳住正脚 只是说我们在谈 当然除了谈产业之外 我们再看它五月六月的营收 能不能够表现出来 旺季能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第二季来讲 是LED传统旺季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持续观察 我们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当外资在持续在大卖的情况之下 它的美股净值 事实上已经远远低于 它现在这个价值了 那当然就可以持续地来做一些追踪 OK 所以这种产业的这种波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的 古海洋帆 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个3DES 这个法人圈其实也是拉锯 白小姐来 不来 根本还没有来 股价不知道来来回回好几次 所以一定要锁定 每个礼拜二 跟大家来从产业来进行一个追集 但碍于时间 也不可能每个产业都讲 所以要好好来掌握 也非常谢宇哥 特别把强弱事故跟筹码面来做一些研究 那透过镜面 今天融资增加了10.36亿 融资水位是2146亿 有一点点多 有一点点多 10亿有一点多 那融券的一个张数呢 有增加了4082张 那留在下一阶段 对投资人来说 刚刚呢 包括刘昆琦 刘总提到了 或许大家要去洗洗碗 睡睡念 但是有一些思维 如果你做了一些改变 或者是一些做法 其实你就比较不会被困在那 我们真的也很不想谈 因为这27年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就是睡睡念 真的不是操织在我们的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